大衛馬屋的家人們 我們叫做非莫莉家人們 我們掌聲歡迎郎主義 王娟 陳隨意 芭比 稍微你們就請四位簡單講一下那個心得跟感想 好不好 我們就從 欸對 我還沒自我介紹 我是這個戲的製作人 我姓郎 跟他一樣同姓 我叫郎主名 明天的名 你們看得出來我們是姐弟還是兄妹 兄妹 婦女 兄妹 婦女 可以了 謝謝 妳可以滾了 各位我們一起合作的夥伴們 然後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是郎主雲 對 我是她妹妹 這個當初我們要做這個辣味滿屋的時候 在想名字 對 的確就是因為絕對也是我的學姊 我們在學校就非常非常的熟悉 而且又是那種很北方人那種直爽的姓名 我們在學校就已經很熟了 就覺得真的是絕代雙焦 然後辣椒的焦 然後組成這樣的一個家人 然後來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背景 然後說要求一個台菜師傅做外審菜 這種的 我們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瓜瓜 我們自己看到那個我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吵得跟一家人一樣 然後因為又是實境 我們幾個又剛好都是那種很真性情的人 所以在裡面發生了事情 剛剛我們還在討論說 對啊 出這麼多任務 最後我們就把導演他們當成我們的假想品 因為所有的難題都是他們出的 所以我們在裡面就拼命的 拼命的罵他們 蛤 你在跟我比什麼 對 然後我們就是一直都在罵製作單位 然後每次到後來我們已經非常的皮了 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要幹嘛幹嘛 不要 不願意 不願意 就變成是這樣子 很幼稚的 但是 想一想 我們拍了三六月的時間 我們在最後一集錄製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意義不捨的 雖然不是真正的兄弟姐妹 可是我們卻在那裡 有兩年很好的拖命情感 然後每天 都有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然後我們來交給我們的 這一位的非常心不甘情不願 被我們強迫 被我們家裡的財務大臣的大姐王娟 Yeah 各位女官好 各位女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娟 我是第一次做這個實境的節目 然後我真的是不太會管錢 我也不太管錢 但是呢 我們的家人非常可愛 是因為他們都大手大腳 隨便亂買 所以到最後製作單位跟我們說要還錢 然後我想說我們沒有錢 他也不給我們零用金 也不給我們生活費 所以我們要自己賺 然後他們開出好多條件 然後氣得我們說好啊 你敢對不對 那我們也敢 所以後來他們必須要花錢 買我們做好的食物 所以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不怕窮 我是怕沒有志氣 對 我們想辦法開源結流 創造各種可能性 是 我覺得是蠟胃滿屋 絕帶雙交是可以帶給 我覺得看的朋友們 會有一種新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覺得 不太困境 但是我們在戲裡面就是在 不是在戲 對不起 我們在節目裡面其實就是 製作單位不給錢 我們想辦法創造錢 我們想辦法去得到 更多的可能性就是 資源交換了 然後 對 講到資源交換 包括 包括陳隨意他會去做菜 幫我們賺錢 包括最 對 我們覺得最最 就是在家裡應該是廢財的 廢財 因為我們在做家庭代工 他說 折那麼久才3塊 5塊 難賺 對 結果他是最賺錢的 因為他懂得怎麼往路 經銷 對 然後因為我們都有那個 我會用信封袋的方式 寄每天的錢跟寄每天的帳 然後就會要跟大家報告 然後以及要讓大家都有零用錢 我覺得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 家的概念來 來經營 所以他們也會有零用錢 因為我覺得錢是人的膽 人沒有錢就是 沒錢就置短 所以我希望他們可以 可以去享受購買跟儲存 對錢的概念 所以是用家的概念來 來經營這個實經節目 講得很好聽 我們一天的零用錢 只有100 對 但是製作單位沒有給我錢 真的 我想辦法 擠出一點錢 給大家當電話題 你看我是不是大姐很難擋 真的 財務長不好擋 來 我們來歡迎 那個 所以 財務局 各位貴賓還有媒體的大哥大姐 大家好 參加 沒有 因為 我 講話講清楚一點 我已經盡量講清楚了 對 我參加這個 一集到這個節目的通告的時候 其實覺得有一點 不可自信 因為 看到名單就知道 其實我們把桿子打不著的一群人 因為我是台語歌手嘛 然後 我們其實 平常也沒有關係 工作上更沒有關係 很少遇到 所以 而且 像剛才大家有看到這個 我們的預告片 我們的來賓也是真的 我平常都不會遇到 我唱歌唱 就算唱到80歲 也不會遇到的那些 重量級貴賓 還有我的偶像 我們的 愛家姐 對 對 然後 其實 看到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知道我的身份 就知道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的角色 其實 就一定是當廚師 這個家庭裡面的 的媳婦 不不不 你還會用做菜幫我們賺錢 對對對 我就負責煮菜 然後真的 剛才那個 娟姐 其實 因為我現實生活中 我沒有姐姐妹妹 然後所以很開心 在這個節目當中 有個長姐 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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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奶媽 他們真的 長姐盧母 沒有人這樣猜的啦 長姐母盧 母盧 不是 就是奶媽 不是 我不會需要先母盧 不是就真的 這兩個就真的像 因為我真的從小就沒有姐姐 所以這兩個真的就像姐姐一樣的照顧我 然後 剛才那個君姐有講 在這個 三個月的錄製節目的當中 真的被我們導演 真的欺負的很累 很慘 然後還好 還好 還好 因為我講話 聽口的 我有入口 入口的腔 所以 在後製的方面 我也抱了一箭之籌 這樣子 哈哈哈哈 聽不懂 對 然後 各位長官好 然後 除了記者朋友們好 18弟 對 然後這個辣味馬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奇妙之旅啊 也是像隨意哥講的又多了姐姐 因為我本身就六個姐姐一個哥哥 對 然後現在又多了兩個姐姐一個哥哥 所以我現在等於有八個姐姐兩個哥哥 對 然後對我來說這個 這個節目很好玩 因為我覺得一個 戲一個節目要好看好玩就是要很多衝突 對 但我們戲有好多好多衝突 文化的衝突 語言的衝突 然後 對 家人們的衝突 就是好多好好看喔 然後雖然我是 還有使用金錢的衝突 對 各式各樣的 對 然後身為這裡面在年紀最小的人 就是每天抱著被罵 學習的心態 因為 有很多 寵物 對 就是寵物嘛 就是很多觀念都不太一樣 對我們 就會想說 以前的眷村生活是什麼啊 眷村要賺錢很難 折個什麼手工藝 然後跟我們現在 像我當網紅 其實賺錢雖然說 比較輕鬆一點點 但 瓜哥我們就可以賺很多錢 沒有啦 沒有 限動 限動 所以那時候 那個導演給我們一些任務嘛 就是要我們自己自給自主 然後 自給自主 那個 那個隨意都想說要做飯 自己自主 其實就是自己看著辦的意思 對 自己看著辦 然後我那時候就用限動交換 對 然後就想說 因為這是比較新興的方式嘛 然後就用限動去跟那個 附近的店家 換吃的 換錢的 結果想不到是賺最多的 謝謝 謝謝 真的是 但是還是要上繳國庫 對 所以基本上前還是到娟姐裡面去 對 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棒 很好玩的一個 實境節目 而且我們後來試一下 錢去哪裡了 在製作店外面 在我這邊 對 沒有 突然想到 對 好 那個 其實我們這個組合是來 我們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是這四位主持人呢 第一個 一個 娟姐呢 她從小是住在眷村 真的眷村 大西的 喬愛新村 對吧 然後郎姐呢 從小呢 大家都以為她住眷村 但我們從來沒有住過眷村 可是我們跟眷村算是好朋友 我的親戚都是眷村的 對 我是叔叔 但我們沒有住過眷村 因為我爸是逃兵 逃官 那等於是她來台灣 這個尚未過一陣子 她就跑了 就這樣 然後呢 為什麼會找隨意呢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眷村其實 對很多人的印象 他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是49年來之後的人 的一個 一個 一個記憶 所以呢我們特別希望 有一個 從小在台灣出生長大 然後呢 更重要的是 我們這裡面沒有人會煮飯 所以我們刻意希望 如果有一個衝突是這樣 我們希望一個台菜的大廚 去學做眷村菜 所以他 我們在錄的第一天的時候 他大概跑了三個地方去學 真的是 很認真的去學眷村菜 而且為了這個節目 我第一次就是做高鐵 帶著菜刀做高鐵 冒著被抓的危險 真的拿 因為廚師都這樣子嘛 拿自己的刀 會比較習慣 對 那不是做飛機 對 他是把它全部的刀具 都帶上高鐵的 而且逃不掉 因為它上面就寫著沉水 刀上面有顆名字 然後為什麼會找八弟呢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它是有一個歷史意義的 那八弟本身是山蟲人 他在山蟲住了非常多年 但是住了那麼多年 他居然不知道山蟲有這個空軍 山蟲一村 空軍一村 空軍山蟲一村 空軍山蟲一村 空軍山蟲 空軍山蟲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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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以前還有二村三村 八村九村的 然後 所以 我們這邊也找八弟 就是讓他知道說 其實在自己山蟲的附近 還是有這麼多好地方 包括 我們裡面有一些歷史相關 包括山蟲其實是 我們曾經 我們臺灣 最大的 唱片工廠 對 山蟲其實是我們曾經 台灣 這裡面我們也都會講到 那更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裡面還有跟 AR結合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節目的後面 你如果掃描QR Code到風世界的APP裡面 然後再掃描我們 影片上的一些景物 你會出現我們的一些 節目裡面看不到的東西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請這個 四位主持人 來表演一下 來 這個 秀才藝 這誰 誰打得過陳隨意 是隨意跟主角 那其實 不是 但是因為不是用他的刀 我覺得這樣 可是覺得這樣甚至不如了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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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先我蒙著眼睛 蒙著眼睛 你是豬血糕喔 怎麼弄只有兩個 好 來 這個是我們 眷春的滷味 滷味呢 一定要加蔥花 對吧 沒錯吧 滷味是不是一定要加蔥花 對 對 所以我們要請四位主持人來 來吃一下 只有兩份是輪流切子吧 沒有 就是你們看看誰切 一個拿刀一個拿蔥 不是一個拿刀一個拿紙 妳這樣太重複了吧 那很恐怖了吧 就是這樣 這樣好 你們兩兩一組 好不好 PVC 別讓他切啊 等一下 要讓他們拍個照嗎 不是 應該要 我讓我們把蔥拿起來 吃幹嘛 是聽過韭菜花 沒聽過蔥花的 是不是有個變的 呆 一杯蔥片 一杯蔥片 對不對 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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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 右邊 右邊 不是 你猜誰誰切啊 好啊 然後姐跟娟姐猜一切 平切好了 平切嗎 平的切 平的切啊 平的切啊 再一次 再一次 你切啊 好 你切 好 來喔 看有機都好 我記得我們節目中 有一集是自己做蔥油餅 對 是那集切蔥切到 蔥是自己種的 對 對 我們還有種菜 對 來 好 預備 來 看誰 等一下 我覺得這樣不公平 等一下 等到郎姐 切一份 對 然後刀先放那邊 不要加緊 而且水衣哥應該是要 蒙眼睛切吧 等一下 你蒙眼睛 我是覺得這樣 這樣才危險 我直接手讓人擋著切好了 你就用嘴他 那如果沒有刀 你會怎麼切 你會怎麼處理 你跟我說 找到嗎 沒有到沒有辦法 現場都用掰的 好像牙齒喔 好 可以嗎 真的假的 郎姐切蔥花 我切蔥絲 OK 蔥絲不要這樣 看它多細 不要玩了 是細 好 來 趕快 這都不是很厲害 你不要拍碎喔 不要啊 我不知道蔥花拍碎 蔥花不用了 蔥絲 你不要看它 不是 我不能被它擋著 你不要 你不要影響它 不是 你不要讓它背後 我可以影響 我不要影響 我太緊張了 我應該要影響它 那我應該要影響它對不對 又行 對不對 你這樣不行喔 小心它的手 好喔 手起倒落… 手起倒落是好事啊 刀起手 刀起手 我要看刀起臭 不要吧 尖孔 我們先不要這樣 收視長紅就好 收視長紅 不要尖孔 好香喔 他們吃 蔥花也不出來了 蔥花香也不出來了 它的刀比較好弄對不對 對 它這個刀不利了 那我們換一個刀 後面都切不到 睡不著叫在床外 這個刀 切不到蔥怪刀不利 這個刀真的不利 而且它不是切菜的刀 它不切 這個要切水 好吧 好 公益善其切必…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隨意的絲 隨意的絲 隨意切的蔥絲 而且不怎麼樣的刀 切得很厲害 刀不要打 很厲害 我們看隨意切的這個蔥絲 以及郎姐切的 不太整齊的蔥花 不錯好不好 這麼刀耶 你看 你看這切得多好 對啊 你看這切得多好的 還可以嗎 等一下 這樣好了 那我們一起 四個人一起抓一把 然後準備撒到這個 好 那就… 好不好 我們撒 撒一下 一人抓一點 然後 我們擺個姿勢 撒蔥花 這樣子嗎 這樣子 好怕 可以 這樣嗎 出師路擺斷 可以 等一下 先不要急 好 要給人家拍照 你把他打 你把他衝 我們就順時針放下 我們這個是大衛滿呼 我們這個戲不叫一把青喔 一把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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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前面 謝謝 好 來 你看前面 撒發 預備 請 等一下 8 9 3 好想喔 天啊 他開位了 我看 這麼小 geo Jes 來讓他端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 端起來給大家看 可以 好 �데 кстати Här 今天特別的這邊請大家 我們從這邊 來從這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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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丸 謝謝 有沒有很想吃 有 好香喔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經常會做饅頭 做包子 其實我們在這個眷村裡面的早餐 有一個很特別的早餐 這個我們請娟姐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在村子裡面那個時候 因為物質不發達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的麵粉 然後都會定期配送麵粉 然後媽媽就會想要 媽媽們就會想要 創造更多的食物 各種種類 去讓孩子們吃得有意思 所以會有饅頭 包子 花卷 餃子 麵條 都是自己做 然後我們幾天就看到那個表面 就對了 我們幾天 對 然後我們自己在這個裡面 其實發生也有做 然後結果 其實後來發現好困難 要發得漂亮 不會塌掉 其實不容易 饅頭做得很棒 對 包子做得很爛 不是 因為包子給的時間不夠 包子的麵其實有些是要 前一天就要先發的 因為當場叫我們做是來不及的 包子不好發麵 然後饅頭比較好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是在我們生活中 常常普通的食物 可是卻是我們記憶中最美味的食物 所以也介紹給大家這樣子 OK 好 我吃了早餐 你們有吃過嗎 饅頭加臭豆腐 臭豆腐乳嗎 臭豆腐乳嗎 臭豆腐乳 還要再發酵 所以它看起來有一點綠綠的 而且我第一次 我和阿姨看到我吃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帶去棚裡面 蓋子打開來 阿姨就說 鹹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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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 就是這麼燙 而且那個饅頭要烤過才最香 今天就是比較輕微的 就饅頭加豆腐乳 來 好 那我們要 這個只有兩個吃 怎麼弄 我們就 換一個 這裡沒有包東西 沒有… 它就是包豆腐乳 豆腐乳 真的饅頭嗎 這樣好了 我們弄一個來 我們就讓那個 對… 讓那個 這個等一下我們都吃得到 我們… 對… 給那個董事長吃一下好了 讓他覺得好… 上門來講解 你是吃重鹹還是吃淡淡 淡淡… 大家都有年紀了 別吃太鹹 對… 但是如果… 可以… 可以… 然後你吃… 它的瓶瓶上面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你溜鍋著吃 試試看 哇… 卷春好味道 謝謝… 謝謝… 先吃那個有的 哇…好香喔 先吃一口看看 先試看 感覺怎麼樣 欸… 滿頭很鬆軟 很鬆軟的 豆腐乳很好吃啦 滿頭很鬆軟 你以前有吃過這種做法 有… 有嗎齁 你的年紀看起來應該是有的 我沒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 那你們自己塗一塗 然後我們開個罩好了 等一下大家都吃得到 我們就… 耶… 我相信大家也都肚子餓了 對… 這個還不夠臭 等一下大家吃到的會更臭 那個才是真正的那個… 捲層的那個… 這個很香喔 它這麻油是不是 對… 那個臭… 我現在還得要去拿會試一下 這樣會有… 要是拿這個… 我會拿來吃 對… 我試試給你來的 唉唷… 很香喔 很香喔 還有… 還有誰要吃的嗎 要嘗嘗看的嗎 可以嗎… 誰要吃… 對對對… 來…你們先拍個照 拍個照… 葫蘆饅頭 好… 這個還不夠臭… 越臭越好… 臭的… 滿多得烤… 沒有… 要烤一下… 對… 滿多得烤… 這是… 不夠臭… 好…我們先從右邊開始來… 右邊… 那不是我們戲中那隻雞吧 對… 喔…不是 喔… 在這邊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 我們在節目裡面 不是只有四位主持人 我們還有其他的家人 我們有兩條狗 還有三隻雞 我們在… 那個就是在裡面養雞 那個雞的名字很可愛 我們那三隻雞呢 就叫做三杯雞 一隻叫做米酒 麻油… 醬油… 醬油… 所以剛剛看到他 我說要榨來吃人 因為那邊要是烤 烤… 喝啤酒 好危險喔 好的…來… 這就是我們大胃滿屋 絕代雙膠 裡面… 你看這個獅子頭 我在裡面有做 有沒有甩那個肉丸 有… 他光甩那個肉 甩了四十分鐘 手就要斷掉了 我弄了這個 對…他在那個 沙地有心自甩那個肉丸 很難甩耶 好的 炸那個肉 炸… 豬豬一下 豬豬… 獅子頭 獅子頭 收拾拔頭蟲 哇… 為什麼雞 就雞啊 咕咕雞啊 對… 然後這個獅子頭跟龍 整個菜頭盤子都雲的嘛 對… 然後就希望這次 這個節目播出 圓圓滿滿 壽事長紅 對… 對… 那我的吉他呢就是 吃雞起雞 對… 家很完美 很好 對… 我們這個家呢 我們的門牌就叫做 飛夢冰 因為我們都是Family 對… 然後我們的門牌 還有我們的這個 雞舍 就這…門牌 雞舍只要看得到標誌的地方 都是娟姐自己畫 對… 我愛玩 我愛畫 對… 手作文 對… 都是自己畫的 欸…那個… 可以… 最後分享一下 你學… 第一次學鑽燉菜 是… 第一次學鑽燉菜啊 對啊 對… 有一個… 有一個… 我覺得挑戰最大的 就是菊花豆腐 菊花豆腐 真是很有名的… 一個… 上海菜 江浙菜 對… 然後我還真正的去 那個… 江浙的餐廳 跟一個… 廚師長 跟一個廚師 學做菜 然後回家真的我也切了蠻多的豆腐 還好我已經… 本身自己就有… 30年的底子 所以那個… 菊花豆腐就… 真的… 純粹是… 那真的不是三年… 兩年可以學過來的 真的… 欸… 大家知道菊花豆腐吧 就是把豆腐… 就是一般的… 嫩豆腐… 然後把它… 放到湯裡面 它就開出… 用手切的… 對… 其實它吃起來… 普普來… 要看那個上湯… 主要是那個… 10月… 4月23號晚上10點… 第一集我們就可以看到菊花豆腐 晚上10點… 今天… 為什麼是明天呢 明天是武財神的生日 耶… 在心… 在心… 所以希望… 這個財神可以帶來我們的… 收視長紅 耶… 好 看中間… 謝謝 中間… 中間… 來… 右邊… 右邊… 高香門… 麻煩先關一下 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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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一下…